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么办 这样 有个人真的去找二口袋的 乖了兄弟们 把路又来打跑手了 快点 五哥 什么情况 一向我把路偷起来跑路 我见过点兄弟们 让我把路抓回来 不行 他们这是要调步离山 命令 给我死手凉手 给我打 来 老赵 看见了吗 那儿 就是鬼的温凉的地方 记住了 那你放心吧 我过目不忘了 队长 你回事 这条狗腿 跑得还够快 给大家撤 来 撤 撤 放 快 快 老伙儿 什么事 小谷敌人袭击破牢 已经让我击退了 看哪儿呀 这帮土拔路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这是想调步离山 你懂什么叫调步离山 走 走 你们俩过吧 其他人把火锅灭了 把院子收拾干净了 快点 快收拾 快收拾 走 走 你们俩那边守着 老伙儿回来了 回来了 打听清楚了 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 昨天确实有一小谷把路偷袭 回来都被打跑了 多少人 那 那没说 就这些 把路撤了以后 阮尔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运哪儿去了 那也没说 到底他您那还说了些什么 这个 还说阮尔狗负责运粮的人 是阮尔狗从阮家座带的 后来阮尔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他自己 对 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还有啥 这回真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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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软二稿子 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 那肯定是怕被抢 能运到哪儿去呢 这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就给我想 是 是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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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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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锻炼身体呢 二宫兄弟啊 这玩笑开得也有点大了吧 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 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啊 您说出来 这渡边泰军也说过 让咱们俩京城团结合作 是不是 牛 牛队长 是这样 我们队长呢 就是想和你啊 嘎个亲 嘎个亲 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软外狗 别给你脸 不要脸 你她娘装大了吧 快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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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 把墙头收起来 走走走 快快 收起来 牛阁 小子们不懂事 您多见谅 多见谅 您看啊 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 这个功夫这方面呢 您比我懂得多 是不是 放下 我说你小子 是跟我闹着玩吧 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呢 怎么着 不请大哥进去坐坐啊 那哪能呢 来来来 大哥 快里边请 我里坐 牛大哥 小弟能进来吗 好好好 您喝水 喝水 二狗子 我今天来要你去拾卦 您说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粮食 穿裤呢 哪个菜啊 牛大哥就是聪明 什么事都瞒不住您是不是 这粮食啊 粮食 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哎呀 这不机灵不行啊 牛大哥 按您讲啊 这万一 我这点粮食 要是让武功队给盯上了 你说 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 那你就不怕武功队到后山的山洞 把你的粮食给结了 不可能 牛哥 不瞒您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就那山洞 他根本就找不着 哎 就这么隐蔽 还有啊 他就算武功队能找着那山洞 他也进不来 那山洞那个地势啊 那个地势 那个险呢 他就来一个团的人 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 你想 他打一两个小时 那皇军的职员早来了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嗯 哎 是 哎 牛大哥 您喝水 喝水 喝水 哎 狗大 哎 大哥 求你办件事 啊 您说 我也想把粮食 啊 啊 啊 藏在那个山洞里 你给领个道 一海口 做一身过往冰孔 哈张 哈张 哎 郑外来了 房队长呢 在屋里呢 人呢 冰子口 文生哥 啊 他不在啊 他 咋会不在呢 在那儿 在那儿画画呢 妈 我 我去跟你讲 画画 好了 队长 我一说 队长啊 可能出去了 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 可能是出去了 再找找找 出去了 啊 没事 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不是啊 郑伟 不是不是 干啥啊 我就在这儿等他呗 你在这儿等他干啥呀 我在这儿等他干啥呀 哎呀 我一说 外边啊 风大 这屋里边没热 走走走走走 我不热 我不热 你 你听我这儿 咱出去 队长啊 康子 带回车 你这 这俩这干嘛呢 没水了 坐过水去 你渴死吧 队长 回家你呢 回来了 方正伟 你来了 你看正伟来了 咋不叫我一声 我是喊你了 正伟不是我 就是说我 我火还在锅上坐这儿呢 我得生生 我看他没听见 这窗户漏了不破 窗户漏了呀 晚上队长 洞挖好了 行 说说 您有啥想法 说说我听听 你干嘛 上个凳子弄到了 牛鬼顺上钩了 上了 上了 好 哇 不错啊 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 应该表扬表扬你 这都不算啥 你看 我跟你说 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 然后呢 就做上了这一个洞 但是啊 那个洞口太大了 你看 这儿 这个就是那小洞穴 用咱们这些石头 咱们就能把这个洞 直接给它堵住 好 队长 还有的 你 你干啥呢 有事没事 咋了 没事 没事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手电找不着呢 他手电肯定摔摔摔脱手了 长盛 长盛 拿火筛 你看你干点事 找找找找找 找找找找 手电在哪儿呢 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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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呢 哎呀行了 看见了 电池都摔出来了 还得装电池 别急 嘘 你有事 谁啊 师父 嗯 师父 我家鬼啊 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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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啥玩 怎么回事 啥东西啊 把把把手电打开 你让我这样 把这儿干净 什么地方 我快 没有 这 这 这小玩 那我 那我 哎呀 那我 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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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嫁鬼了 胡说啥 鬼长眨眼 我逼你白了 别说话 走 你瞅瞅 别哭 那边有动静 往那边走 快快快快 走 快别跑 走 走 没事 来 来 来 刘哥 你看 就是这样 老准 你还别说 你现在真行 真是艺高人胆大 粮食这么重要 你就弄这么几个外瓜铁枣 在这儿守着 不瞒您说 就我这个治安团吧 不比您那个炮篓子 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好人 您说是不是 牛哥 这个前天这个土拔路吧 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 是不是 你别 就就就就这 就这点外瓜裂走 都已经是我一半的病历了 你吹什么吹 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那可不行了 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 不过也对 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 也拥不了那么多人 是不是 那是 那是 牛哥 咱们这么着吧 歇凉吧 不急 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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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干什么了 烧纸呗 呸 晦气 那儿不能去 为啥 闹鬼 闹鬼 进一个死一个 老子天不怕地不怕 怕几个鬼 走 过去看看 快点啊 快点啊 你 你吼什么吼 是什么事啊 不好意思 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 我是没控制住 我 愣什么呢 进去看看 胡子哥 我看也没啥 咱就别进了吧 对对对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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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没事 我看一眼 没什么情况 走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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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呸 他 他妈的鬼气 哎呀 我还得多给你烧点纸 烧点纸啊 队长 都到这么长时间了 咋还不搬粮食 还不 我盯着得了 哎 胡子 快快快 这渡边太平衛了 你不带着呢 队长 牛队长 这 咋个事 老队啊 我不是答应给你 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 这人都到齐了 队长 我带着兄弟们 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 没什么一场情风 啥意思啊 不是 你还派人 把这一船搜了一遍啊 小队啊 你别多心 嗯 不是大哥不相信你 这叫什么知道吗 啊 小心使得万年船 啊 啊 细量 哎 哎 哎 队长 我可听着像咱制安团方向 什么叫像 那就是 啊 哎 哎呀 牛大哥 你看这个土拔路 土拔路太猖狂了 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 这样 这样 你 你给我增派点人手 啊 我去把土拔路背了 啊 我 我得把他们背了我 啊 啊 牛哥 糧食又不在治安团里 让他们打去吧 这可不行 这可不行 牛哥 前天晚上 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 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啊 那你什么意思 哎 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是啊 你给我派找我把他们围了 围了围了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 我上哪儿弄你啊 啊 你这样啊 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 去治安队 啊 我呢在这儿守粮食 没问题 不是 我 可是我 就就我这几块料 你这 武功队就是一帮土拔路 他也没涨三头六皮 是不是 不过也就那两下 你怕什么 哎 行行 那牛队长 那您就 这粮食就交给您了 多加消息 多加消息 啊 去吧 兄弟们快点走 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快走走走走 队长 搬了搬了搬了 搬了 西梁 下车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哎 队长 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 刚才有个屁股 哎 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 我告诉你 只要粮食没丢 什么他妈事都不叫事 啊 哎 队长 队长快黑了 有这么热吗 哎呀 你们都骗我呀 嗯 嗯 嗯 快送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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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哈哈 嗯 快点快点 快点都手脚麻利点 快点快点 准备 准备 放 不听得动讲人不像是游戏队啊 还有炮呢 不是偶尘的吗 放 哎 队长啊 这阮二狗急了 使炮轰了哎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 你们是炮轰出师了 胡哥 哎 你再看出粮食 我带兄弟们回去 是 快跟队长走 你们几个 把粮食快点 展成 你出去盯着 看老郑他们到了 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看 这个手间拿来 你奶奶呢 王亮啊王亮 老子跟你使不了力 队长 消息 烧就烧了吧 咱们再修 是 粮食没事就行 你救火箭 是是是 小心啊 别擦了 别擦了 快 抓紧时间 往车上撞 来来来 来来 小心点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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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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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车装不下 往这个车装 队长 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 都搬进去了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事啊 主长 炮龙那边怎么样 别提了 都特地要烧了 都烧了 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那是 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为啥 聪明呗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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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地让这魔鬼队长出让了 快 快快 上 上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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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钟楼阵 知安团大队长阮二狗 不是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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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急事 自己人 急事 走 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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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师弟 出了什么问题 你先别着急 别着急 你听我慢慢说 坐坐坐坐 太队 咱们那梁师啊 被武功队的 给抢了 打开了 不是 太队息怒 太队息怒 您您您坐下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坐下 您让我慢慢跟您说 情况是这样的 前两天吧 这个武功队 当我知安团去捷粮 被我打的是 落花流水 屁滚尿流的呀 可是啊 我一个把路 都没抓着 为什么 这您还不知道吗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护粮食 对不对 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 后来我一想呢 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 这么着骚扰我 这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我呢 就找了一个很隐秘 很隐秘的地方 我把粮食藏了起来 那可是不知道 牛桂顺是怎么知道 我把粮食藏起来 他来找我说 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 对了 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 帮我守粮食呢 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 我就可以去抓拔路了 是不是 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还没碰着把路呢 牛桂顺就跑来跟我说 他把粮食给丢了 牛桂顺你搞什么坏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还跑去问他来着 他还骂我 他骂我当时 他说玩耳狗 你别扭 把开 闭着 把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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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桂顺带来 是 是 把开门 他想逃不都 把开门 人还看看 把开门 蝎assadors 把开门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乔佐 我看到了 好 让你来多少钱 乔佐 我带来了 带我去 是 是 突然再见 我来了 牛太久 听说你病了 是病了 确实是病了 梁氏在你的看护下 被武功队劫走了 是 属下无能 你发了这么大的错误 你应该怎么得补偿 杜边太久 我一直知道错了 但是您放心 今后我保证会 对大人们定我忠心耿耿的 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 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太军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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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 是不是向牛大队长犯下这种 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 是不是就应该 切腹啊 杜边太久 看在被职的以前表现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请您饶恕我 我说牛队长啊 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 是吧 就不要再难为太军了 有句话叫什么 军令如山 是吧 你总不能让太军 把命令收回吧 牛太久 考验你的时候 到了 天天了吧 考验你忠心的时候 就要到了 军将 倒茶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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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原谅牛队长吧 他已经知道错了 是吧 牛队长 他的错误 是不可原谅的 您知道如果饶了他 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 对吧 对对对 杜边太久 凤娇姑娘说得对 你今天饶恕了我 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就是您儿子 你就发发慈悲 饶了他吧 牛太久 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 我就饶了你吧 谢谢太军 谢谢太军 太军真是仁慈了 您就是我的亲爸了 好 我们还是做亲戚吧 对对对 做你的爸爸 我们看起来 你更像我的爸爸 太军 牛太久 从今天开始 我得绝对不允许 武功队再次地猖獗 您放心 我也错过了 这武功队 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 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 由老百姓罩着他们 藏着他们 掩着他们 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 不要的是结果 你得回去吧 我没想到 你还可以 你和什么故事 你不要 知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就是京东城了 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 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 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 结果却败给了他 他是什么人 神拳高手欧阳向华 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认识了 怎么说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媳妇 他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了 烦不烦呢 你说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 我的意思就是说 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赖呀 你这这你肯定有什么关系 你赶紧做饭去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你脸皮带厚点 你得上去就得抓 你你你误了事我跟你说 你骨头来不及 鸡肥蛋打你别端着了 赶紧端你的锅下吧 你本来要遇到的 遇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这些年总是抱着蚂蚱墙 今天你听到她的模样 你有一脸的泪瓜 你们都摆了头发 你却还没等到她 偶尔听你说起她 来回总是那些话 想你当年为了她 有过狠心的争承 如今向往这月牙 却像红与天涯 如今看你身在他乡 变成了家乡 一扎满后肩 那只手掌 为我擦去了泪光 你们都摆了头发 你却还没等到她 偶尔听你说起她 来回总是那些话 像你当年为了她 想你当年为了她 有过狠心的挣扎 如今向往这月牙 却相望于天涯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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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